空气污染的代价究竟有多大 或者是换一个问法 产生空气污染的活动所创造的财富 是否大于它的污染后果所夺走的财富呢 那么对此呢 我们的记者就采访了近期在北京参加研讨活动的 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医学博士林达弗瑞德 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说法 林达和她的团队在过去几年中 一直致力于在中美间开展项目 研究空气污染对人体所造成的危害 林达告诉记者 空气污染的评估很复杂 对个体造成的危害也因人而异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空气污染大大削弱了人们的生产能力 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同时考虑经济发展 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目前大气污染致病并引发死亡 已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突出问题 林达提出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富有成效的环境政策 这也更有利于建立国际间的合作 日期前